那我們是覺得台南大湖因為它剛好又跟西偉排水 還有安定排水的這個制洪池 在有部分的位置是相同 所以我們是想說台南大湖可不可以把這個西偉排水跟安定制洪池 這兩個制洪池當作台南大湖的一個宣企 先驅計劃 鄉特地水來為市政第一要緊的事情的市長熱情得 4月11號 帶到水利局長李孟宴 帶來到台北水利署拜會市長李維虎 主要就是希望由市長可以到3天 甚至就大台南幾個月比較博弃需要地理的河川 白水設施以及台南大湖界尾到水口所準 土風安地頂頂頂趕緊來做 透過的一頂一頂的土壁 日本縣局長一項一項向的水利市長做說明 包括了台南大湖需要3億9千萬 麻豆白水比桃白水 本的兩百水要10億2500萬 三雄白水出水口的10萬5千萬 鹹水卡白水設置10萬4千萬 貨水卡白水 鹹水卡白水 它的自風止海6千5百萬頂頂 總經費10萬16億 對著熱市長李維虎的決心 由市長是相當的困難 他表示說過去八年八百二水的計劃 在全國國管市場中 就是以台南市資料最好 因此當中也資料很審議的回應 今年度到明年進行 在這個八年八百的計劃 還有預算 其他的單位沒辦法接行的 這些經驗如果存下來 就是優先來協助我們台南市政府 來辦理這些工作 因爲這些很多工作 目前市政府的政策都很快 包括用的處理都已經完成了 所以這部分水理書可以到三天 我們一定會來進我們的力量 讓我們台南市的水災問題 可以進行新人來體力來改冠 我們在台南大褲的計劃 這個高雄 由市長是說 他也正在病毒當中 因爲只要台南大褲做得起來 這樣南化水口的水就能放空 也可以來進行修准 延長水口的生命 台南大褲有可能有兩個目的 這個就是說 目前這個附近地區 告訴說來鹽水的時 有一個蚵做致紅池 可以來減少這些鹽水的損失 跟鹽水的渋滴 第二的功能 有可能它做成水質圓的供應的蚵 所以目前我們水理書 市長建議之後 我們現在正在經過的整個檢討當中 我們的水利規劃試驗所現在正在檢討 看到有可能在這個地方 把大褲的構想 並做一個水質圓供應的這個大褲 告訴我們這個計劃行得通的話 我們就有機會 把南化水口減失 給它來放空 把水放進這個大褲 南化水口放空 主要的好處就是 目前的預計 可以來冠軍 那輸軍後 水口重生 還有一個新的大褲 我們台南地區 南部地區的水質圓供應 就能夠鐵隊來改革 水口的鮮明 人們要延長 水口的本土就非常不可 但是穿出來的土要吃去 放在那裡 安全來穩 這都是大問題 外市長就提議說 可以用流浪來載 添海做地 到用在台南市公共工廠的辦法 這些土要拿出來後 要拿去哪裡 這是更複雜的工作 那今天跟市長已經看完後 大家有一個共識 就是附近有公共工廠 尤其是我們台南市 也有這個工廠 需要用土是 這個水準的土風 優先來提供 再來就是 是不是還有更大的價位 譬如說我們有天海造地 或是說 這些低瓦地區的地盤改良 這種大價位可以來定案 這大量的土方 都可以用水口的土來填補 總是怨望說 我們這些水庫的數據 可以提早來辦理 這些土風 可以有一個好的去處 這樣我們未來的南北地區的共水 除了水口才重申之外 供水很穩定 那以新的這個建設計畫 也可以產生 那這樣子是一個多營的一個局面 看到有書長對台南市的疼愛 有先要把地水價位 用春的錢 用在台南市 外市長對我們摸摸的感謝 也表示說 每一份的錢 他都會好好來運用 一部一部 改靠我們 台南市飲水的問題 我認為說地水成功 我們市民生命財產 安全受的保障 所以這樣為我們大台南 可以發展 今天全都拿出六大價位 經費差不多十幾億 我非常感謝 由書長對我們的疼愛 每一部一部一部 都非常感謝 我們會用 我們會用 我也很希望 我們有這些經費 放過一間一間做下去 對台南市 我們市民的安全 可以更加進一步的保護 你也很感謝 其實你早在放眼就好了 沒有 沒有 你先喝酒 你沒睡 你沒拜訪 謝謝 謝謝